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丁 那终于我们来到今年的最后一集咯 那因为过去一年我们主要是邀请创作者来节目聊 艺术家们的创作以及专业 还有他们的心路历程 那么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 我们邀请到两位从小就在海外长大的大叔 那因为他们从小就一直保有艺术欣赏的习惯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邀请大叔们来聊聊 就是到底艺术爱好者都是用什么样的角度跟方向来欣赏艺术的呢 那我们就欢迎大叔上跟大叔家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大叔上 我是大叔家 对 那个艺术欣赏的习惯其实很简单 就小时候去看艺术的时候会有冷气蛮舒服的 嗯大伴病 喜欢什么 因为一般会有冷气就蛮舒服的 哈哈哈哈 好实在的 好实在的想法 从小啊 小时候那个最重要 小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就有 就有美术馆这种东西吗 有啦 我给你讲我们那个时候呢 要吃肉要去打猎 然后呢要专入巡伙 还会下雪 对 对啊 对啊 我下雪要吃足 对啊 小病人时期啊 这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 这应该是史前博物馆的事情吧 对 我还记得哪一年 那个雨一直下不停 那台中不是吗 台中 我是台中啦 对啊 台中大家小学的时候都要去的 那个台中科学博物馆啊 哦有有有很出名啊 你有去过吗 那是后来的吧 我不管 反正出名都在台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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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说 欣赏艺术 我跟你讲 其实大叔小孩曾经有 被误认为可能 音乐方面有可能发展 结果 那个 父母就跟大家的 其他父母一样 就是 被骗了很久说 弹琴的小孩子不会变坏 然后就被 被押去学钢琴 然后学了几次后 学了几次后老师说 你可以帮你父母省钱 所以因此我逃过一劫 就有学了一点 有学了一点钢琴 但是没有 没有 没有算上好几年那一种 但是豆芽菜加剪会看 但是也很好 就从小认定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所以就是 自从小就是 把自己定位为 总是要有人来欣赏 嗯 这就是我的 我的天池啊 你是学艺术之旅 对对 嗯 那大叔少呢 大叔少 我的故事有小小类似啦 我当然也都学过啊 什么的 当然就是学得非常勉强这样子 就是说我学习的最主要的原动力 是要去那个 那个摧残我的家人 因为恋琴是很很可怕的事情 这样子 那艺术欣赏 我想就艺术比较宽广一点 就是包括音乐 跟美术 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东西 那说实话 当然从小家里就有一些 一些相关的事情 我印象深刻有 我在美国 呃 有一次就是在某某 某某艺术学校 呃 当董事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讲到说 我最小最小的印象 的的的记忆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小时候 我那时候应该很小 就躺在床上发呆 然后妈妈在清扫家里 然后那个音乐呢 就是舒伯特的尊与 所以我对这一首是很有印象的 那他们就很感动 然后呢 就就就就就是这样子 那那当然了 另外也不否认 就就像就像大树家 很类似的 呃 其实有很多家人 都是在艺术圈的 那当然也知道 艺术家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就立志 我要做一个好的 立志观赏 艺术的观众 这个是因为 如果大家都只是演奏 而没有观众 其实还蛮没feel的 对啊对啊 因为要有观众 才是一个演出这样子 不会 我每次我演出 没人要听啊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你现在可以哼个两句尊语 让大家听一听 因为我们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听传统戏曲比较多 还是不要吧 不需要在网路上留下这么吓人的事情 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说 我后来觉得说 当观众的这个竞争也比较不那么激烈 这个竞争激烈的事情就让那些有天分跟肯努力的人去做吧 嗯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如果身为一个观众啊 你们会喜欢什么样子的 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去挑你们想要去看的演出 嗯 这个有点广 应该是问说你们会付费吗 你们会付费去看表演吗 哦当然当然当然 就是作为一个上道的欣赏者 因为应该这么说啦 没有东西是不用钱的 对不对 你可以说这个不管是读一本书 还听个音乐觉得很棒 可是可是人家要过日子了 所以我觉得付费是应该 那当然啦 就是说付费它还是个标准啊 因为有时候付费这件事情 不只是做一个艺术消费 有些是有些是一个所谓的status 就说诶这个东西我去 我其实就像有点 很不好意思 我所有有在开法拉利的朋友 一般人开法拉利不是因为 他特别觉得这个法拉利的车子好 而是他需要别人知道他在开法拉利 所以很明显我没有法拉利啦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不同层面 我倒是觉得就是付这个钱是应该的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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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花钱的东西最贵 所以不要不花钱 但是我今天你对付费怎么样 对因为就是行情嘛 看有什么行情 就是永远就是说 今天如果大家这个区 这类似的活动都是需要付费 那就付啊 但是如果都不需要付费的话 那就有如果有可以不需要付费的话 也可以考虑啊 这个个人的感觉 这么几年下以后 付费也不代表好 也不代表不付好 他就是代表付费 那不付费也有时候也非常惊艳啊 所以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没有绝对 嗯嗯嗯 那因为有时候他代表的是说他 背后的机构比如说有些 真的也非常好的节目事实上 或是展出或是呃演出 他事实上背后是有国家支持 嗯那他的原意就是希望能够扩大参与 那就来啊没有问题啊 嗯嗯嗯所以这两个对我来讲 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是是是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会有习惯看什么样的表演 就是哪一类的哪一类的演出 会让你们一直持续 我们先问大叔家 我的基本盘就是很简单啦 对我来讲就是古典乐 哦这个是最大的基本盘 呃那其他延伸出来的 比如说呃美术啊 啊那个呃这方面的也会 但是我呃我永远的基本盘就是就是古典乐 呃因为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第一是最早接触 第二就是最有感觉 然后第三这个呃从小呃虽然没有天赋 但是后来立志取得一位这个对对音乐表演非常有热情的的的的博士 所以这个身边就有很多类似的一福利二鞭策啊 所以我就这方面就非常有感觉谢谢 那那你都怎么欣赏就是 你一开始就就知道怎么欣赏吗 哎呀 因为我觉得有些古典乐真的听一听会睡着 你知道怎么欣赏就是挡着挡的枪指到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啊 这没有什么怎么不怎么的问题 哈哈哈哈 就我因为家里有人有人就是这个这方面很有感觉 但就是其实你说怎么欣赏 我觉得这个时候那在大鼠场面前讲 讲喝酒是很这个观光门前耍大刀 但是还是耍一个小刀好 就是说就是从多接触然后多累积经验开始 我觉得就是个人比如说我自己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特定的一个一个类型啊 比如说小邦这一块 那以这个对我来讲以这个作为基础再延伸 就有一个点嘛 先把点撑上来才有才有线啊才有面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就是从一个累积开始啊 那这个以后才有资格去谈比较啊 猜猜什么什么东西好定不好定 也要多方涉略才有办法真正理解了 哦也是 那大叔上呢 嗯基本上就是大叔这样讲的这样子 我觉得嗯应该是说 呃因为其实很有趣就是鼓励经过这个问题 我前一阵子有一个 我们呃就是很小很小就认识 可是有很久很久没碰到的朋友 然后就前一阵子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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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机会就碰到就聊起来 啊最近在干嘛等等 那因为我今年参加了一个现代美术基金会的董事会 那所以就聊到这件事情那因为他认识我真的很久 所以他我们应该是六七岁的时候认识的 那那很明显六七岁的时候我对现代美术是 是没有sense的 所以他说你怎么会 这是怎么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所以anyway就是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说你对你对这一门东西不管是什么 呃是真的有兴趣的 因为在欣赏的初期常常其实有时候碰到雷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真的其实你如果只是看热闹碰到雷以后就没兴趣 可是如果真的是有兴趣的话可能就说OK好那我再去试试看 然后接下来就像老实人家讲的就是接下来你就开始要一些自己的想法 因为就说呃我有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某种程度当做一位观众的强项 就像古灵金刚才提的有之前邀请了很多创作者 很多老师来讨论 这个观众有个好处就是我意见很多 可是你没有问我有任何那种建设性的看法 我就喜欢哎啊那我我甚至可以跟你说我为什么喜欢 可是就是我啊对不对我没有要求你喜欢 可是就说什么叫做我喜欢 这个其实就是当一个呃观众观当一个听众呃慢慢的 就是说哎例如说刚才大主角讲到浪漫拍 那像我就很喜欢巴哈哦那可是巴哈又衍生出来各种乐器 哦那甚至他的整个style 可是因为音乐之间都是互相有影响的 并不是说我喜欢巴哈我就不可以喜欢那个其他的贝多芬 还是什么可是他们之间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说你任何学问慢慢钻进去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些看法 而且最还是回到当观众的好处是我觉得我看法就是对的 我不管老师怎么讲我就是听得很爽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就可以听很久 不过图了图一个爽字也蛮重要因为这个过程有时候学习总是要 学习不是都是快乐学习但是总是要起个快乐的点嘛 那就是让你支撑再往下走再钻营的一个一个动力啦 那如果说回到说刚才讲我的部分是说音乐嘛 就古典乐这一块那如果说是因为后来我在求学过程也是有一次突发奇想 就就就就跳过我自己的的主修也去呃大学其他的地方去学画画 那真的就从很基本的就从从铅笔画开始嘛 那我觉得哎后来我就发现说哦那但是完全是另外一门学问啦 因为本人以前是学理工的嘛那就是理工的课没有一堂三个小时的啦 但是画画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一堂三个小时 因为要有时间酝酿没错没错没错那就是因为我不懂嘛 画的顺顺开不开心 然后坦白讲就跟任何东西让你要进入那个心流的状态 对你没有半个小时 沉浅下来你根本心都定不了 但是很有趣我自己也发现说 老师进来也没有在教哦然后就说啊我们今天就画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就各自带自己的画对 然后就老师也没做什么就 CD打下去开始放音乐 然后大家就各自画之各自 哎然后老师说时间到了下周见 然后看啊三个小时过去了 就是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然后慢慢慢慢就说哦原来老师慢慢教说 画画除了技巧以外他的 构图也很 对对感觉 composition也很重要 那很多东西真的 纵使天中英明也有需要人家先人直路跟你说 这个东西到底美学是怎么个美法 他为何美有时候真的需要人家点一下 慢慢慢慢慢慢 音乐也是嘛就是哎我家的这个教授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这个为什么难他有去在哪里 哦点一下OK那我现在这个知道了 那我下次才有机会去触类旁通啊 是啊就是所以现在就流行到美学体验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用一些艺术教育或不管戏剧教育或美术教育 其实我们就是让学生们去体验说啊原来这个东西这个艺术是这样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呃隐约的会体验体会到哪些感受 那其实当你体验了这些感受跟这些做法之后 在未来你看到了类似的艺术品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解说他的他的美要怎么样去欣赏 然后他要怎么样去去去去欣赏他的美感这样子 对但我想两位的深层跟我们节目的创作者 其实真的就是地球的另外一段就是完全是很古典乐啊 因为如果你问你问我身边的兄弟们 就是你们的古典乐是什么 他们就说啊冠雪啊然后布袋雪啊 是啊不是吗 那就是他们的古典啊古典啊对啊古典啊 就是很传统的艺术啊 是啊是啊 那就是应该这么说吧 像西班牙有个传统戏剧叫做萨萨拉 他们就是说号称是跟歌曲是很类似的 可是你如果去看他的历史 他就是当地的那个歌仔戏啊 嗯对 只是说因为那是西班牙文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不会 不是意大利文的 之类的啊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艺术 基本上他要表达的 他的架构他的意义 他在历史上或文化上的东西 其实都是很类似啦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 有一阵子很早有十年了吧 就是马尤有有出了一个CD 他是就是走思路 他跟思路的这些音乐家合作 那当然马尤是很稀释的training 然后他们就是如何从人的角度把这个音乐 把这个艺术做出来 我倒是觉得艺术真的没有 就是去分国界等等 我觉得那比较是因为需要写论文啊 其实是这样没有错啦 就是因为一般像一些传统故事 传说故事或者是像艺术的 其实都跟人的深层脉络有关 那只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 是因为这些人他生长的这些地方 那因为地域的关系可能山啊或河啊 然后把这些人区隔开来 所以这些人就是长期在这边 然后慢慢长出来一些 他们原本的那个历史脉络 然后他们人的习性 然后就有这些东西的演变 然后演变成音乐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就是艺术品 或者是一些工艺这样子 不过就我觉得就这个点 就是还是回到从一个欣赏的角度 我觉得 就是说不管你喜欢哪一种艺术 不管是当地的还是很遥远地方的 其实某种程度 这个就是跟文化的对话 跟古人的对话 或者是跟创作者的对话 因为你去跟任何 不管是写音乐的制作音乐的 还是画画的 他们其实最后都承认说 当他作品出去的时候 那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控制 同样一幅皮卡索 我看到的跟大叔家看到 跟古人看到的就是不一样 那很可能跟皮卡索 看的是完全没关系的 可是就是我觉得从一个艺术 不好意思 这我比较回到一个是台湾的状况 就是说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就觉得艺术就是要怎么样 或者说有艺术就可以怎么样 没有 那个就是聊天 对不对 我是跟一个我没碰过的人聊天 可是我对于例如说皮卡索的喜欢等等 其实有很多是因为我有读到他的一些资料 我去念过西班牙史 所以我得到东西可能跟没有念过西班牙史的人是不一样 不是说谁对谁错就是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艺术对我来讲 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不会 我跟大叔家是很熟的朋友 我们几乎是每天会聊 那跟大叔家聊天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可是偶尔我也会想跟皮卡索聊一下 完全理解 哈哈哈哈 出血 刚才大叔家聊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刚才大叔长讲的有一小段我也可以 也许可以再补充或衍生啦 就是说我觉得从一个欣赏角度 至少我现在年纪比较大 我就慢慢真的发现说很多艺术的创作 它不是横空出世你知道 其实刚才古林静也有讲就是说他很多东西 它是有他的文化历史的脉络 对对对对对 那当你越对这些大背景越了解 你就越能够掌握他真正想表达的想法也好 或者他想表达的主軸也好 那就慢慢的就说OK 就一样嘛就是说 上次我听谁讲过就是说 这个西方音乐总是在挣扎就是说 这个现代跟这个古典就是古典 古典派古典讲就说那就是古文比较厉害 然后现代就说现在很比较厉害 就永远在摆当这两个中间 那你要去理解那个东西以后才发现说 OK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加了很多元素 是以前没有的 或是其实很多东西太阳下 太阳底下真的也无新鲜视 只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在重新诠释 所以我觉得刚才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很多东西刚才因为刚才大叔上有讲到 皮卡索然后西班牙历史等等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你去慢慢的 更多的理解他的脉络 得到了真的也更多可以更 刚才有讲了没有什么对错的诠释 但是我觉得会更完整的接收到那个创作家 想要发出来的讯息 嗯 不是因为我再插另外一件就说 呃这个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可以有很多意见 呃我觉得西方艺术 不管是音乐还是美术 与东方或是在台湾看到的 的这个这个中式的艺术的美术 我觉得倒是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你如果看西方艺术的脉络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永远就是在制作艺术的那一群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 永远在想尽办法去破坏 去突破啊 突破是好听啦 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干嘛你在破坏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从这个印象派啦皮卡索的Cubits啊等等等等 扎香蕉 对那 呃扎香蕉那个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没考虑 没考虑 嗯 马桶 可是 哦 哦 马桶那个人了 OK 呃 不过就是反反之啦 就是说在台湾我比较常看到 那不是说大家都这样子 可是大家就说哎呀这个就不是这样子 做你就是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大家对正统 而且是正统才是好的这件事情 嗯嗯嗯 我觉得可能就像古林金刚才也提到 因为我从小就在海外长大的 我说这个事情那么重要吗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不去讨论说 他有没有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而是说这个不是正统 正统能吃吗 没有 正统对老师们可能 就很重要 一个当然是老师啦 可是另外一个我会觉得说 那会不会是跟历史背景有关系 就是说 其实我相信国外 就是国外其实早期 就是浪漫主义还什么时期 还是古典 他们那时候其实就是很规矩 就是很规矩的就是一定要玩 女生一定有一定的比例 然后那个叫科学主义 是科学主义那个时候吗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吗 主义复兴 迪卡尔 迪卡尔更早了 迪卡尔是引来门 那是启蒙的时候吗 对啊启蒙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很科学主义 然后很规矩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到后来才慢慢也是被推翻推翻推翻 一直到现在那么的就是超现实还什么 这个要创作 我想就是跟历史演进是有关系的 不好意思我猜个话就是说 因为如果以西方来讲的话 因为早期的一些艺术绝对第一最早期都是拿来 拿来敬拜上帝跟人要上帝 最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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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为什么 那当然为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艺术都是这样 然后我为什么刚刚讲西方就说西方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大 大教会史 嗯对 然后然后你随着天主教自己又分出来的新教 所以大家发现说哇塞分出来的新教也没死也不会灭亡 那我们就开始搞破坏了吧 搞分家了吧 然后就慢慢就开始百花齐放啊等等等等等等 就今天的欧洲啦 是不我觉得另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讲到这种这种艺术的脉络 从一个历史角度 你去看西方跟东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那不然是因为是年轻起的 所以一定是从前看起这样子 就是从从中古世纪的欧洲 你所有的资源基本上在教会手上 所以你要拿到钱 你就是要听教会的话 这个很显示 然后后来就是教会分裂了 那就会有不同派系 然后教会分裂之后又国家之间的分裂 因为以前是比较没有什么叫法国 什么叫英国 然后之后就是一直列出去 所以从一个资源的角度就是很多样化 那比较华人的历史里面 基本上分裂之后又会合 之后分裂可是又会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 也不能否认的事情啦 只是说 只是说我会觉得 当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说 这个就是哪一代的 哪一派的什么东西的时候 回到我这种 我虽然是观众 可是我是很懒惰的观众 我说哇 我还真的看不出来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实际面来说的话 艺术家其实真的是要去找金源 跟找资源 对对对 因为像我们其实 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 你以为艺术家在一起都在讨论创作吗 没有 我们都是在找钱 没错 跟创业人士一样 你以为他们在一起都是想 想要这改变世界吗 Oh no 他们就要先找到钱才能改变世界啊 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个想法 我们要做戏 然后我们有个想法 我们做演出 哦先找钱 这也没错啊 当年这个所有的名家 这个从贝多芬一直到肖邦 他们最痛恨的事情就找钱啊 没错 那所谓找钱就是教学生 他们最想吐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啊 没错 那其实我也听过一些艺术评论 就是教美术的 他说其实很多就是学校毕业的 就是艺术家 就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创作是很有朝气 很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因为他们为了生计去教儿童美术 结果教到最后 你知道因为他的频率 就是一直都在小朋友那边 所以就变成说 那个创作员就消失了 我觉得这其实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啦 那包含说我自己的老师 他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我细研所毕业的时候 他只丢一句话给我 他说你要搞剧团 你要做演出 你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你就是不要做制作人 要出钱 你制作人找钱 要找钱 要找钱 找不到他要把自己的房子给压了 这种故事学在一半半 听过 听过 很多 对啊 所以其实也是真的蛮辛苦的 那话又说回来 我很想知道大叔长 说你到底见了几个董事 什么东西 我给你讲你问错人了 要为有 以数量而言 你要问大叔讲他董事 我们都很熟的 我们都很熟的 我们就是正常的公司而已 那个讲到气质 天生利质 还是要找大叔长 说到天生利质 因为这个节目是没有照片的 所以当然大叔长的外号叫做天生利质 因为从来没有人叫我天生利质 天生利质应该就有在女生身上吧 没有啊 这是谁规定的 请看你这个主流思想的毒素 好了 好哦 那这样子 那那个我们回到 我倒是觉得 就是说今天讨论 就是艺术欣赏等等 有另外一个 我想你今天就会分享一下 就是怎么去欣赏 其实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因为 你去一个 去一个美术馆 还是怎么样 还是看个展 然后有时候会有导览人 然后就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听那个导览 就会有人在乱讲 然后心里就会默默的这样擦擦擦 天啊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对 不是只有美术馆啦 其实很多道理 对对对 各式各样 然后一天就觉得 嗯 excuse me 没错 他说什么 没错 你以为我没念过书吗 你念的跟他那个上面的标示 写的都不太一样 那个是 你以为 对 你以为我们不认识这些艺术家吗 没有我们知道 就算不认识我也有sense啊 这个是 天哪好恐怖哦 这样以后我如果 对啊 如果我这样讲出来的话 以后我去寺庙 或者去博物馆都不能装萌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装萌 那个阿尼吉 他们都会跟我说 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阿尼吉的故事 有时候还蛮好玩的 很怕就是那种年轻人 他连背都没背清楚 天啊 我跟你讲一个很明确的故事 上个周末 其实是拍卖 在这边有个拍卖展 然后就一堆东西这样 那其中有一个 台静农先生的这个 那个写字这样子 然后第一个我先讲 初宝无首啦 我带你看过 但是就说 哇台静农 至少我听过这个名字嘛 然后他就写 写了一大篇 然后就是里面 他比较是行书这样子 然后旁边就有 就有写了一段 然后就说 台静农明教授 然后又反正就是 很赞赏台静农的 然后我就很好奇 这是因为这很明显 是他送给某个人 或是某个人 然后很喜欢写下来 就像乾隆 不是就喜欢在别人的 那个画跟字上乱写 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就很好奇说 这个到底是谁写的 然后就旁边有个工作人员 然后穿的洗装笔液 我说大哥那个这个 这个是谁写的 他说我就台静农写的 我说 可是他会说台静农明教授 他说对啊就是这边啊 然后我就说 谢谢谢谢我就默默走开 我不想浪费时间你知道吗 很夸张 对 可是我觉得拍卖市场又是另外一个艺术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有时候除了就是好不好看 是不是艺术品之外 还有就是他的真味 他的真假 对 我觉得那其实 你确定要讨论那件事情吗 没有 我说那是另外一个艺术品 当然当然当然 我们可以明年再讨论这个吗 明年很快就到了 先提醒一下 那我们可以明年 你知道吗 还是说下一次你们可以带我去拍卖市场 我其实还没去过 台湾还蛮多的啊 就是没有 不是那种很大的 去看一下 不是那种很大 可是其实都有啦 因为台湾在收集艺术这件事情还蛮多人 就是我最近因为有参加那个艺术基金会的关系 所以比较比较了解多一点点这样 然后我就蛮惊讶的 其实以台湾而言 大家可能会想说那个台北买家是最重要的 其实不是 台北买家是很重要 可是有很多那种我们不熟悉的是中南部 台湾中南部的买家 其实非常大咖 所以有 我是出张嘴很有名的 谢谢 天生立直啦 你讲那么多次了 哈哈哈 不anyway 这个拍卖市场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因为其实 所以我们可以去吗 我们可以跟着你去吗 可以啊可以啊 没有我我我我是去看画的啦 我没有去买的 我们也可以去啊 我们是去看的啊 我们就看市面 随时啊随时啊 我最喜欢在节目上面邀请来宾 然后做下一次事情 是是是是是是 随时欢迎随时欢迎 啊真的吗 你要cue哦 你要cue我们哦 是是是 当然当然当然 我就坐他前面 所以我就每天跟着他这样子 哈哈哈哈 如果cue你的话 你就cue我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好期待 这样对于明年又有一个新的期待 跟不一样的那个视野这样子 好哦 那 哎其实我刚刚闪过一个问题 哎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小超 时间剩下不多了 啊 等一下啦 开始开始倒数据行 哈哈哈哈 哎你自己写的题目就是 比如说看展览或演出之前要做功课 跟之后要不要做功课 或什么这样子 对不对 天啊 我是会做一些功课啦 那现在说实在的 现在真的 呃资讯一般资讯的取得 真是非常容易 你说Google也好 Wiki也好 真的key in几个字 劈里啪啦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但我还是回到我刚才那个论点 就是说当你有点脉络的时候 你就知道要听什么 那那我也不一定特定去听谁 当然就音乐会的话 前面有一些解说 如果真的有那个美国时间去听一下 这个富庸风咬一下 也不错啦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也很重要嘛 那如果没有 不管有没有听我都说我有听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右手还拿着一杯红酒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帮助 当然那就看每个人认真的程度啦 有时候就是礼拜天下午比较慵懒 然后自在的状态也不用那么认真 有时候就是enjoy本身 去享受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那重点就是也是跟就这样 你知道投资有赚有赔嘛 有时候音乐会有说 你有投资话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 不管什么只要是投资 你知道常常都短头变长头 你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 对不管怎么样就 我觉得大家就敞开心胸啦 有时候真的就是稍微可以 可以稍微担一点风险 去尝试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有时候会有会有很很意想不到的 而且是很nice的的惊喜 其实我觉得投资者跟艺术家 真的就是千里马根伯乐 因为我们也访问到一位 就是比较资深的创作者 然后他其实他当然还有他general 就一般做的创作品 但是他有一两位就是 就是针对投资他 应该是说他的爱好者 就是会邀请他去做他专属的作品 对然后其实他 他们他们其实就是很心灵气和这样子 然后就就是只要 只要那个 只要那个就是老板 就是只要那位先生就是要请 他那些好像已经七十几岁了 然后那位创作者是六十岁左右吧 对然后就是只要他跟他说要做什么 几乎每年都会都会购买他的作品 对然后他真的也会为他 他就创作属于他的作品 我觉得那是一件蛮有趣的事 不过艺术收藏又是另外一门很大很大的学问 这个这个是就是 就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那个他那个是很有系统性的收藏 那很多很多人除了喜欢之外 其实他背后还有很多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 对啊然后有一些是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资深的 有些比较资深的画师就其实也是就是 你可能看到他们家没什么作品 那其实不是他们没有创作是因为他还没画完 然后都被订走 其实台湾传艺界有这样的气人 然后也有这样的市场这样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欢迎两位就是来传统艺术市场这边看看走走 非常乐意耶 古临天会带两位 就是恩日游这样子 有空来台南的话 就是带两位老师 可以顺道 可以顺道家台南小吃吗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对然后顺便吃昂谷粿什么之类的 期待期待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两位 谢谢大树商 谢谢大树家 那我们期待明年就是 会不会有不一样有趣的话题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会的 没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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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